主持人還有兩位大師 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會 收穫非常的多 我想就是說 我當了一個30年的公教醫院的神經內科醫師 現在轉任一家私人醫院的院長 之前我也擔任 亞洲大洋洲18個國家的 神經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會在這個18個國家裡面輪流 每兩年集辦一次醫協會 那我一直在考慮說 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特色 不是每個國家 譬如說日本 它一個國旗出來的 我們知道日本 河湖出來我們叫日本 韓國它那個大都的湖川出來 那個谷出來的我們知道 韓國 印度它那個沙里出來的 我們知道印度 那我一直在思考 那我在台灣辦醫協會說 台灣用什麼一個logo 一個形象 一個圖片出來 那這是台灣 我一直思考了很久 那到底什麼才是我們真正的台灣 到底三太祖 檳榔西施 還是什麼東西 真正台灣的文化 三地五 到底是什麼呀 所以我想說兩位大師還要主持人 這個是不是給我們指點一些迷景 我記得 李表哥還是什麼 李表哥是不是請美國人要替我們設計一個代表台灣 這個應該快三十幾年了 不知道 就是這樣一個議題 代表台灣 我的感覺是說 我們代表台灣 台灣要實際上也有人在思考這個問題 他不是一個 陳毅秀 前主委 就是文化文件會的主委 他有台灣紅 台灣青 台灣金 這個思維 這個代表顏色 你看德國的國旗的顏色 就是他的顏色 所有西門斯 就是那個金黃色的 就叫國旗的顏色 是有一些identity在裡面 到底 我們因為現在古老的東西 我的感覺是說 給人家就是有一點過氣式 但是反過來要有 現代化新的靈魂 這個議題 我個人認為如果正要走這個問題 現在我腦筋想到了 要請林懷民來想想看 我沒有那個本鳥 因為你要代表整個 是不是太極 還是太極又是韓國也太極 到底是什麼 我不太清楚 但是要腦力激盪 如果這個目標 這個是讓它自然產生 還是有新的設計 或者就算偶花有一個情形出現的話 如果沒有新去重新是說 就是強化的話 可能那個形象也會消失掉了 那當然以日本跟韓國他們的服裝 就算越南也有它的服裝 就是多 我覺得真的 不曉得有沒有那麼重要而已 這個標準是怎麼樣 那如果真的要去想 我以我個人的看法 我現在也想不出用什麼方法 但是值得如果要考慮這個 應該要代表我們的特色 就是 絕對不應該 像以前他們在設計電腦的時候 我看到也怎麼好像 哪一個牌子東西 我就把它丟掉 一定不要什麼 就是沒有別人的印象的東西 一定要有自己特色的東西 才值得變成我們的identity 因為就是不一樣 很不幸的 因為我們政治的環境 連台灣這個字都沒有辦法 在全球有效的去 我們連一個國籍都不能 變成我們的identity 這個是宿命也沒有辦法 但是企業就沒有這個限制 但是反過來我跟各位報告 當我在推廣AS的時候 是淡化台灣 因為我要讓別人接受以後 然後再忽然發現 原來他是來自台灣 這樣才讓台灣的形象能夠提升 否則還沒有買以後 都已經out了 因為台灣原來那個沒有辦法 讓人家認同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形象在國際上 應該是中上位了 也是很多大家努力 所以實質上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個應該有場合有談的 公共財跟私有財 企業是私有財有被保護了 台灣這個品牌誰來保護 等於大家都有分 所以大家就不曉得怎麼保護 政府也不曉得 實質上政府可以有一套方法來做 但是他也沒有這個思維 做的都不一定通 比如說台灣水果 很重要形象很好 是台灣人做的水果 還是台灣人 台灣種子所長出來的水果 不管是授錢還是偷來的 他還是台灣水果 所以有人用台灣水果 來 promote這個商品的話 我們怎麼樣保護 所以就一定是亂成一團 沒有一個可以outstanding出來的一個形象 所以立法院弄出去也是台灣 林懷賓也是台灣 就是林書豪就比較麻煩 因為林書豪 中國連孔子韓國都可以說是韓 都是他的 林書豪中國當然claims也是他有分 所以這個就比較沒有辦法own 這個identity跟這個image 這個是很現實的東西 謝謝 對這個問題我的思考是這樣子的 台灣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先從地理上來說 它就是有幾個板塊擠成一團 所以它本來沒這個地方 它是大家擠來擠去 忽然間噗一下從海裡跑出來的地方 所以它天生就是一個擠出來的地方 歷史上它曾經被荷蘭人佔過 被日本人佔過 然後在1949的時候又有很多的融合進來 所以它本來就是一個融合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講identity 您剛剛在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馬上想到是New York 我們要去講說什麼東西代表紐約 幾乎沒有什麼東西代表紐約 可是紐約很厲害 因為它結合了所有的東西在那裡 台灣比較像這樣 就是結合了所有各式各樣擠成一團 從它的地理就是這樣擠出來的 擠個板塊到現在還在擠 那再看蘋果的設計 你看蘋果你拿iPhone起來看 你看它怎麼寫 它連USA都不寫 它寫 Design in San Francisco by Apple Made in China 所以 這裡面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 它覺得USA一點都不重要 Design in San Francisco by Apple 品牌在Apple 在San Francisco 在China 所以哪裡有USA 還是Design in California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沒有USA 所以我不覺得我們需要掉入那樣的思考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融合的地方 而且我們的力量來自融合 那種不然我們哪來牛肉麵 你說我們哪來牛肉麵 對 就是這個意思 我在想這個議題是談 未來的到底台灣的image是什麼 怎麼樣去不一定是服裝 就是一個image到底是什麼image 那很明顯的 如果以地理為中心的話 就沒有uniqueness 因為任何一點都是地球的中心 因為地球是圓的 每一個都claim 我到歐洲去看每一個國家 它說都是歐洲的中心 你畫一個圖一包它是中心 每一個國家都說它是中心 地理中心並不是關鍵 所以因為地球是圓的 所以到底未來這個中心有價值的東西是什麼 我對台灣的image 實際上B2B提出一個思維 B2C提出一個思維 B2B的思維 是全球研發製造服務中心 就所有的品牌的研發製造的中心 是台灣 就是台灣在B2B的定位 不管component或者什麼 或者ODM怎麼樣 第二個以B2C來的話 是全球華人優質生活研發 創新應用中心 就是對我來講 但是反過來講歸講 做是在做的 大家都朝同樣的方向 經過幾十年以後 可能就會create這些東西 你如果看矽谷現在的發展 它是創新的文化 造就了它創新的中心 多少偉大的企業都是在矽谷包含 汽車業 未來的汽車業 因為Tesla是在矽谷 所以整個那個中心 就是矽谷 就是因為西里公威里 如果用那個城市的名字 大家聽不懂 San Jose Coptino Montville 大家聽不懂 所以它就寫San Francisco 那裡是代表一個世界創新的中心 而且它的創新生命力 真的是了不起 不是半導體 不是電腦 生意科技也是 所有軟體的 網路的公司也在那裡 新的東西 包含 新的可能突破性的電動車的未來 都是在那個地方 所以台灣能不能像是華人世界的 矽谷 我們不談政治 大中華 這個Virtual裡面 台灣的環境 就像矽谷 那這個就是要有文化配套 專業的不管是創投 歷師 什麼很多很多的 整個機制 台灣如果有這個V型 政府一定要提供對的環境 才有機會 如果以V型來講 亞洲如果華人的話 那如果是華人是 那亞洲 大陸就代表亞洲了 到時候日本 韓國不夠看 就是台灣是整個這個大中華的核心 這個是 整個V型是這樣來看 有沒有先要不要變 最近在德國的創新 創意中心在哪裡 想不曉得 他有記住柏林 把那個圍牆打掉以後 東西柏林 整個現在是歐洲的創意中心 是柏林 只有 新的出來可能 是我們在 有接觸到才曉得 他有很多的機制 他有很多新的新創的事業在那邊 在發展 政府也有很多的機制 在變成 那我相信在這個努力之下 可能一二十年以後 歐洲的矽谷 就是柏林 謝謝 謝謝志堅 其實剛剛這個問題我也想了一下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久前去看了一部電影 可能大家都知道看見台灣 我真的想像那個片子裡面 什麼東西 什麼影像 讓我留下最深刻的記憶 有一幕 這個飛機在上面空拍 下面有幾個農夫 站在農田裡面 對著他們揮手 然後綻放著那種 我就覺得台灣人特有的那種笑容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要把 這是我們獨有的 就是台灣的這種微笑 可以來向全世界來分享 這個也呼應一下 我是剛剛台灣 這個談到的 讓全世界可以到台灣來體驗幸福 要幸福 當然要跟微笑要畫上更好 這是我的簡短的分享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這個對談要到此來結束 不過我最後 突然有個想法想跟事先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想要我這個咖啡館繼續開下去 想要開一家那個行動咖啡館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把我們的咖啡館 能夠搬到企業裡面去 去跟企業來用這樣子 這個聊天分享的方式 來多談談一些創新的想法 讓企業的員工也可以來 多想一想一些 他們原來工作以外其他的事情 能夠來幫助企業來改變他們的思維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還再以掌聲來謝謝兩位大師的分享